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咱们继续聊一聊温哥华 前几集咱们讲温哥华的历史 从今儿开始咱们进入旅游环节 说一说您要是第一次来温哥华旅游的话 应该去哪里玩 怎么玩呢才能玩好 玩的时候您需要注意点什么 在说这些话题之前 首先咱们先说一说温哥华的气候 这个大家可能您都知道 大温哥华地区可以说是全加拿大 气候最舒适的地区之一 它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这种气候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冬暖夏凉 你看光从气温上来说 就是非常舒适的 它的夏季的气温一般是在摄氏20度左右 即使是在最热的7月份 它的平均温度也不过是在22度左右 可以说是全加拿大夏季最凉爽的地区之一 冬季也是 它是全加拿大冬季最温暖的地区之一 你看去哪说理去 气不气人 它的冬季气温一般都是在零度以上 很少下雪 这就跟加东海洋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您看 同样都是面朝大海 温哥华那边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你再看纽芬兰的圣约翰斯 那是面朝大海雪埋半截 这可不是我夸张啊 那海洋省那边 尤其是纽芬兰那个圣约翰斯 一到冬天呢 那基本上都快被这个大雪给埋了啊 你再看这个温哥华这边 什么叫雪 没见过啊 当然了 我只是夸张啊 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 能没见过雪吗 但是呢 在温哥华的市区呢 就是那些地势比较低的沿海的城市地区啊 下雪的天气呢真的是很少啊 你看这不 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呢 大温地区呢 特别是罕见的下了好几场大雪嘛 这一下子还引起了不少人呢 对这个气候变迁问题的这个担心啊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温哥华冬天下雪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了 这个确实也是夸张 因为温哥华他不是不下雪 他只是下的少 他平均每年只有9天的降雪时间 而且每次下雪 平均的厚度呢也不到5厘米 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 不到一天基本就都花了 所以说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怎么下雪啊 但是其实还是下的 温哥华他的年平均降雪量只有40厘米 比起温哥华来说呢 咱们再一起看一看加拿大的其他那些城市啊 那降雪量 一个个都能把你们温哥华人民给吓死 你看呢 你温哥华每年40厘米是吧 多伦多呢 他是每年120厘米啊 是温哥华的三倍啊 但是呢 多伦多还算是降雪量少的 每年不过才120厘米嘛 你再看别的城市啊 卡尔加里是130厘米 哈法是154厘米 沃泰华呢是175厘米 蒙特利尔是210厘米 魁北克城呢是300厘米 圣约翰斯呢是335厘米啊 直接给你埋了啊 他335厘米 当然了咱们光说335厘米这个高度好像不怎么高啊 但是您别忘了 这只是平地高度啊 这只要一刮风呢 这雪一聚集起来 绝对就把你们家房子给埋上了 所以说这个温哥华呀 它是加拿大的一个比较异类的一个温暖城市啊 跟大家传统印象中 其他那些加拿大城市 什么天寒地冻 冰天雪地 完全不一样啊 而且温哥华这个城市 它除了下雪少之外呢 它在冬季的平均气温也不是很低啊 即使是在温哥华最冷的1月份呢 它的平均温度 也不过是在0度和6度之间徘徊啊 你一般人穿一个小包猫衣呢 就可以过冬了啊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啊 但是呢 这个舒服呢 它只是一方面的 温哥华的冬天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冬季虽然下雪不多了 但是它有比较多的降雨量 所以说温哥华有一个外号嘛 它不是Wancouver吗 经常被称为Raincouver 雨歌华 就是从下雨嘛 它的雨季大概是从每年的10月份开始啊 从这个10月份一开始呢 温哥华的人民呢 就会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啊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个温哥华的雨季啊 它大概会持续长达大半年呢 而且就是冬天的时候呢 你平时不带防潮的设备 不带雨伞呢 你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啊 有人听到这可能会好奇啊 你说这个加东和加西怎么这么不一样呢 都是背靠着大洋啊 一个是靠着大西洋 一个是背靠着太平洋 按理说呢 其实这些来自大洋的水气呢 其实都是一样多啊 可是为什么加东跟加西相比这个冬天的气候这么不同呢 这个呢 您算来着了啊 我给您科普一下 加东和加西呢 一个是靠着大西洋 一个是靠着太平洋 是吧 按理来说 您说的对啊 来自大洋的水气应该是一样多 但是呢 由于加西呢 它有一个洛基山脉啊 这一下子就把大温地区这一片地方给捂住了 正是因为这个洛基山脉的阻隔呢 来自大洋的那个温带气旋呢 它就无法穿越高山 于是呢 它就全都留在了山的西边 就是海拔比较低的地区 这片地区呢 也就是大温地区的这个城市地带啊 这个气温一高呢 来自太平洋的水气呢 到了这就变成了降雨 他说您看它这一片地区的植被啊 你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洛基山脉的西边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温带雨林的这个植被这个分布啊 动不动 您就能看到那种参天大树啊 好几个人河抱都抱不过来那种啊 超大的大树 哎 你看什么原因呢 那不就是因为长期的雨水浇灌养出来的吗 哎 你要是翻过了那个洛基山脉 到洛基山脉的那头 东边的阿尔伯塔那边就看一看 那儿的植被完全就是一种不同的风格啊 哎 说完了加西咱们再看加东呢 你再看那个安省 奎省 还有海洋省那一片地方 那片地方 嘿 全是平原和丘陵地带啊 没什么太高的山呢 那些从海洋上来的那个暖气呢 他一登陆就全都这个扩散开来了啊 所以说暖气是一点留不住啊 那些湿润的空气呢 到这儿呢 就全变成了降雪 因此说呢 您看加东那些靠海的城市啊 什么圣约翰斯啊 哈利法克斯啊 有一个算一个啊 从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下雪啊 一下下半年 你看去哪儿说了一去 而加西这边就完全相反的 他们是下半年雨啊 所以说您明白了吧 其实就是那个温度在作祟啊 哎哎哎哎但是您记住啊 温哥华这里的雪呢 它很纠结很矛盾的 什么意思啊 你看呢呃在洛基山脉附近的那个惠斯勒滑雪场那儿呢 哎你就明白了 这个惠斯勒呢 它距离温哥华市中心呢 只不过是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车程啊 非常近啊 但是呢 它那儿的降雪就特别多呀 完全可以跟纽芬兰岛上那个圣约翰斯呢 相媲美呀 甚至降雪量更大 哎你看这个这个图啊 它每次下雪呢 都基本上能下个250厘米左右 而且一冬天下好多次啊 很吓人的 为此呢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惠斯勒这个地方的年降雪量啊 它的平均年降雪量达到337英寸啊 我这一换算 我再舔一下 856厘米啊 这可是圣约翰斯这个年平均降雪量的2.5倍啊 所以说你看惠斯勒这边 它不仅降雪多 厚度也深 而且可以留得住啊 而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来年的5月份的 所以说你看惠斯勒滑雪场这里 为什么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之一呢 不是没原因的啊 天气原因地理原因决定的 哎那问题来了啊 你看惠斯勒距离温哥华这么近 温哥华那么温暖如春 可是惠斯勒这里却是常年大雪 为什么呀 原因就是因为啊 惠斯勒这个地方的海拔呢 它比较高 咱们前面说的来自太平洋的温带气泉呢 它根本就到不了这个地方 因此说呢 它海拔越高的地方呢 温度就越低 于是呢 太平洋的湿润空气呢 一到这就化成了大量的降雪 这其实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温哥华这么温暖的一个城市 却可以主办冬奥会呢 就是因为啊 它背后呢 有惠斯勒这样的这个高海拔地区做支撑啊 所以说呢 有不少住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 这几天经常跟我晒啊 晒他们滑雪场一直开到五月份 给我气的 他们那你看 人家的滑雪怎么这条件这么好呢 我们多伦多到了三月份 基本上就没雪了 所以说简直都要把我给羡慕死了 当然了 我只是羡慕啊 不是嫉妒啊 那是一种好的羡慕 以后我有机会也去了 说完了冬天呢 咱们再看看温哥华的其他季节啊 温哥华这呢 它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 而且冬哥华的春天来的特别早 这就跟多伦多很不一样了 一般来说呢 多伦多啊 每年一直到四月的上旬 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冬天的感觉啊 尤其是你要是在朋友圈混的话呢 你你能发现的 每年春天呢 那些住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朋友们呢 早早的就晒出来这些春天照片啊 而多伦多的这帮小伙伴们呢 都不太敢接招啊 这也没办法 人家那边呢 的确比多伦多这边漂亮的很多呀 可以说是一片花团紧簇 冬哥华那边实际上从二月份开始 或者是三月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什么 翻红花啊 什么黄水仙花啊 这个这个花苗是处处盛开啊 而多伦多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啊 还是一片荒芜 一直要等到四月份的下旬 才开始出现各种春天的迹象啊 你看什么大树抽芽啊 迎春花盛开啊 然后呢 从五月份开始呢 这春天呢就呼啦抄一下就来了啊 然后到了五月下旬那个长周末 Victoria Day那天呢 实际上就已经给人一种盛夏的感觉了 所以说 给人感觉多伦多这个春天呢 它不到一个月啊 说完了春天咱们再说一说夏天秋天啊 从时间上来说呢 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夏天和秋天 这个时间跨度差不多 但是它的舒适度呢又不太一样了 主要差别是在夏天 温哥华这边的夏天呢 相对多伦多来说呢 更加舒适一些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特别高的高温酷暑 而且夏天呢也没有那么潮啊 你要是在多伦多生活的 估计你有感觉啊 就是到了夏天经常会有那种又热又潮的时候啊 前面呢 咱们说了半天温哥华的气候啊 说了半天我说什么呢 实际上我是为了解答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什么时候来温哥华旅游比较好呢 其实啊 要是从气候上来说啊 其实全年任何时候都可以 可以说是四季风光各不同嘛 春天呢 您可以赏花 夏天呢 您可以做户外运动 秋天呢 赏风啊 冬季呢 您可以划雪 如果您要是不喜欢冬季运动 也不喜欢这个雨和雪的话呢 那么您最好是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之间来啊 那也是温哥华最美丽的季节啊 也是活动最多样化的季节啊 就是因为气候好嘛 风景美 温哥华这个城市已经连续多年呢 被联合国人居署啊 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啊 每次排名呢都是名列前茅啊 而且除了风景好环境好 温哥华的人口也多 而且人口它也扎堆 你看那个温哥华市呢 它是加拿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每平方公里达到5249人呢 诶您注意啊 我不是说大温地区啊 我只是说温哥华市这个城市自己啊 它是加拿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这一点呢 其实你从温哥华的城市面貌就能看出来啊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市中心呢 它都有高楼大厦 但是不一样啊 咱们先说一下多伦多啊 多伦多的市中心呢 都是商业区办公楼 而那些居民的住宅区呢 都是在城市市中心的外围啊 而且那些居民楼呢 基本上都是以低矮的建筑为主啊 都是盖这个居民楼都是平铺这种方式啊 用地可以说是非常浪费啊 这其实也跟那个加东这片大平原地区的地形有关系啊 你看那个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那块呢 跟多伦多的风格基本上是一样啊 也都是市中心一片高楼 外围全都是平铺啊 而且市中心这些高楼呢 大部分都是商业区啊 温哥华给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温哥华这边呢高楼很多 但是呢它的高楼啊主要都是住宅用途 这个是因为大温地区的土地呢 它不如加东那么奢侈啊 因为它受到不远处那个洛基山脉的制约啊 土地不是无限可用的 而且你看这个温哥华的城市中心的这个商业化程度呢 并不是很高 远远不如多伦多那么发达啊 因此说温哥华给你的感觉是一个让人来生活的城市啊 不是说来让你奋斗的啊 而多伦多那头呢就有点像纽约一样啊 给你一种工作上的压迫感啊 其实温哥华的这种特殊的城市规划呢 跟加拿大的其他城市都不太一样啊 它其实是起源于50年代后期啊 当时规划的时候呢 这个市政府呢 是充分考虑到了温哥华的城市特点啊 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的历史短起步晚 你看呢 温哥华呢 要是拼人文历史的话呢 他拼不过魁省啊 要是拼这个经济发展的话呢 他拼不过安省 因此说呢 他只能因地制宜 根据大温地区这里这个气候宜人 风景优美的这个特色 他就只能拼生活舒适这个概念啊 于是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呢 温哥华市政府就开始规划了啊 他就鼓励在这个温哥华的市中心呢 建这个高层住宅楼 而且全是那种密集 但是很宜居的这个社区住宅啊 外观也挺漂亮的啊 住的也很舒服 而且好像挺挤 但是不怎么挤啊 而且是视野非常开阔呀 不像咱们以前看到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桶子楼 卡楼一个个修得跟鸽子笼子一样啊 除了能住人之外 基本上没什么任何美感啊 可是呢 你要是在温哥华这个市中心这块看到这些楼呢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看呢就给人一种很高档很人性化的感觉啊 所以说你别看他一个个的都是康斗 但是呢价格也是高的离谱啊 有人可能会看不惯呢 说是温哥华市中心这些高楼大厦都是一些住宅楼啊 觉得不够档次啊 其实呢呃 温哥华的城市规划设计一直就是遵循这么一个概念啊 呃在这里有一个英文的单词啊 叫做Echo Density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生态密度 生态密度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是温哥华政府是在200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他就是为了应对啊 说咱们在加拿大其他城市所看到的这种 因为城市需要发展嘛 呃 城市扩张 导致的这个城市的土地使用分散化 呃生态密度这个概念呢 意思就是说呀 呃以后如果一个城市啊需要再扩张的话 应该往上扩张 修高楼而不是平铺啊 这种这种规划的好处其实就是 能够减少对这个能源以及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浪费啊 同时呢也是可以降低房地产的成本嘛 哎又环保呢 同时呢还能够提高老百姓的购房能力嘛 其实呢 温哥华市政府这么想也对啊 哎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呢 估计以前呢很多人都有在这个国内啊 都市区高楼中生活的这个经验呢 你比如说上海香港那些繁华的都市区 那到处都是高层住宅呀 虽说是有点拥挤了 但是呢那生活是相当方便的 哎 你要是买个东西吃顿饭腿呢就去了 哎 反过来呢 您再看北美的这些城市呢 那完全不一样啊 除了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外呢 那外围是一片低矮啊 平铺铺的你这个绝望啊 您手里呢要是没有一辆车的话呢 你基本上出不了门啊 你干什么都不方便呢 当然了路上也有腿的走的啊 哎 那都是锻炼的 您要是想出去办事呢 压根离不开车呀 所以说 而现在呢其实有不少加拿大的城市呢 也都开始借鉴温哥华的这种生态密度的概念啊 您看现在这个多伦多地区就是在这个安大利湖边 那片地区原来都是一大片工厂啊 现在呢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在慢慢的被转移走了啊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一大片外观非常时尚的高层住宅楼啊 那跟谁学的呢 那就是跟温哥华学的 但是呢 温哥华推广的这种生态密度的概念呢 也确实遭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啊 为什么反对呢 就是说呀 你政府啊 为了你管理成本的降低 降低行政的效率 而强制推广这个高层住宅 减少了这个低层住宅的建设 这不就相当于强迫老百姓接受你这个概念吗 那不就是侵犯了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吗 而且你看你盖这么多的高楼啊 实际上就是想建一个密集社区嘛 跟上海跟香港差不多嘛 但是呢 你跟这些高楼配套的基础设施 你却迟迟没有跟上啊 很多事情呢 你还是得需要开车出去才能办的 另外呢 你看温哥华市政府呢 当初在市中心盖这么多高楼 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房价嘛 可是现在你看这个温哥华房价 它降低了嘛 居民你还是买不起房啊 而且你看在温哥华市中心 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你占用大片的地皮 盖了这么多跟商业无关的建筑 这温哥华的经济还要不要发展了 你看人家温哥华周边的城市 那一个个经济腾飞啊 说说你温哥华你怎么进行招商引资啊 是不是 你怎么跟别的城市竞争呢 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嘛 也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是怎么个想法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前面呢 咱们说了不少温哥华的好话呀 什么气候好环境好又宜居啊 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属 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但是呢不要光看这些啊 温哥华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其实刚才我说了啊 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太高了 以及呢因为这个房价问题而导致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口 咱们先说一下温哥华的房价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咱们先一起来看一个报告啊 这个报告是最近出的啊 它是加拿大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Canada 他们出的一份报告啊 这个报告实际上它的调查样本呢 就是那些在市场上销售的正常一点的经典型的房型啊 它的房价的统计报告啊 不算那些豪宅呀 不算那个极烂的房子都不算啊 您注意啊 这个报告里面是把独立屋和这个condo给分开来算的 你看红色的是独立屋 蓝色的是condo啊 咱们先看一看温哥华这个城市啊 你看啊 大温地区呢 一个经典的独立屋呢 它的价格大概是157万 而那些可以负担这个房型的这个家庭呢 他年收入一般可以达到27万 这样的家庭啊 咱们就算他首付50%啊 贷款25年 想要买下这么一个独立屋的话呢 首付他需要付多少呢 假如这个家庭每年存款10%啊 这么来算的话 这个首付呢 他就要存款431个月 然后呢 房子买下来之后呢 他需要每个月把它收入的将近92%用来还贷款 你看是不是挺可怕的 Condo呢 稍微好一点啊 存款59个月 收入的40%用来还贷款就可以啊 看完了温哥华 咱们再看一看多伦多啊 其实你看多伦多也差不多啊 他排第二啊 比温哥华稍微好一点 他每月的这个这个贷款压力啊 对于House和Condo分别是72%和40% 哎 但是您别忘了啊 他这个报告是2021年出的啊 多伦多的房价在2021年是突然之间冲高的 是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 有那个疫情的原因 因为特殊时期嘛 这个物流不畅嘛 加上疫情带来的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刚需嘛 就造成多伦多的住房呢 这个供需发生了转变啊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他的这个住房的可负担能力是猛然上涨啊 甚至有追平或者超越温哥华的趋势啊 嗯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多伦多的房价不太可能一直持续这么高啊 从长期来看呢 还是有回调的可能性啊 但是温哥华的这个高房价那可是真实有效啊 他长期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吓人 哎 有多吓人呢 这个得需要通过对比才能看出门道来啊 多伦多的房价就不用比了 刚才我说了嘛 多伦多现在是特殊时期嘛 没法比 咱们就看一看 卡尔加里和蒙特利尔啊 哎 这两个城市呢 就可以看出问题来啊 你看 咱们先说蒙特利尔啊 同样质量的房子 在蒙特利尔呢 你买一个house和买condo呢 你只需要攒48个月和31个月 之后呢 还房贷的压力呢 你也只有38.5%和26.6%啊 你看是不是很低啊 而卡尔加里则更低啊 买房的首付只需要攒37个月和16个月 之后的房贷压力呢 是30%和15%啊 我的天呢 哎 你是不是感觉温哥华的老百姓都快活不下去了 因此说呢 咱们不管是疫情前还是疫情之后啊 不管是哪个机构来做这个调查呀 大温哥华地区啊 都是妥妥的 加拿大住房负担压力最大的城市 没有之一啊 那问题来了啊 这温哥华为什么房价会这么贵呢 你看你庄业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 什么生态密度啊 什么建高层住宅啊 为了压低住房成本嘛 可是成本低了这个房价怎么还是下不来呢 哎 好问题啊 其实啊 造成现在温哥华的高房价的因素很多啊 咱们就先说这个生态密度这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其实说白了还只是一个概念 是温哥华市政府在2006年刚提出来的 你看啊 在06年的时候呢 温哥华的房价都已经很离谱了 这才引起了温哥华市政府的注意 所以说他们才提出一个生态密度的概念嘛 打算用这么一个概念了 来兴建一些高层的经济适用房来应对高房价 而且呢 这只是一个概念 八字还没一撇呢 经济适用房你看 你在温哥华你看到了吗 就算就算有多吗 所以说嘛 这个生态密度啊 这个概念跟温哥华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房价 他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 所以说咱们就不提这个概念了 其实呢 温哥华房价之所以会这么贵啊 原因很多了 首先呢 咱们先从人文方面来说 就是啊 这个温哥华呢 他距离中国的文化圈比较近啊 这的华人比较多 在华人的观点 您知道了 房子嘛 他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嘛 他买什么都不如买个房子让人安心嘛 而且加拿大的房子质量都好啊 都漂亮啊 而且是永久产权的 他买他就比不买强不是 保值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里的房市自然而然呢 他就比加东那边华人比较少的这个城市要热啊 你再加上那个当年九七香港回归那一年啊 香港当时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呢 但是回归之前呢 有不少香港人就是 都恐慌啊 于是就资金争相出逃啊 于是那就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 避险嘛都都来到了温哥华 直接把温哥华的房价就给推起来了啊 除了咱们华人买房这个文化 以及九七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政治的这些因素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咱们得从经济方面来找原因啊 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啊 加拿大政府啊 他一直允许外国人在加拿大购买房产 而且买房的同时呢 也允许他们对这个税务机关呢 隐瞒他们的身份 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加拿大进行房地产交易 这不就是可以洗钱了吗 它是很多人洗钱的方式啊 于是呢 你看这无数来自外国的热钱呢 而且很多都不是好来的啊 什么黑钱白钱 买到房子就是好钱嘛 于是呢 各路资金是纷纷入场买房啊 虽说这个政策是针对加拿大所有城市的 但是呢 这些买房子的绝大多数都来温哥华这了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这气候好环境也好 而且这有很多华人嘛 华人嘛 你知道吗 有买房情节嘛 所以说你在这买卖房子呢 他房子特好卖啊 因此说呀 温哥华地区呢 就是海外资金在加拿大投资房地产的最佳 这一大黄金地点呢 于是您看吧 正是因为我上面说的种种原因 这个温哥华的房市呢 就一发而不可收啊 一直到土豆政府上来之后啊 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法规 他规定啊 就是呃 外国购房者呢 需要征15%的税啊 接下来呢 呃 政府又在2018年出台了更多的限制措施 您比如说提高这个土地转账税啊 这些 这才遏制住了温哥华的房价的这个层层上涨的趋势啊 但是您记住啊 只是抑制住了温哥华的房价上涨趋势 并没有降低房价 那当地的房价呢 依然是很高啊 依然是很吓人的 这就催生出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温哥华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啊 哎 您要是在温哥华的街头溜达的话呢 经常能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者 嗯 1999年温哥华的无家可归者大概是不到600人啊 但是之后呢 这个数字就不断增长 尤其是在温哥华市中心那一带 东区那一块啊 嗯 到现在呢 大温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啊 他总数大概是在3000人上下 但是呢 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啊 只是估算 为什么 因为这些流浪者呢 他没有固定的居所啊 他流动性很强 而且呢 因为温哥华这个地区啊 他的气温比较适宜啊 冬天呢 在室外也动不死人嘛 因此说 这些无家可归者 他也没有去政府指定的这个什么庇护场所呀 社区中心呢 去那去避寒的这个刚需啊 他们只要有一个帐篷呢 挡挡雨就足够生活了 因此说呀 政府想要把这些人集中起来统计一下呢 其实也是很难的事啊 哎 其实无家可归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话题啊 也算是一个社会危机啊 造成无家可归 主要有两个原因了 一个是缺乏收入 一个是住房成本太高啊 这两个问题呢 目前呢都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了 因此说呢 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啊 这其实也是您去温哥华旅游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一般来说呢 在无家可归者比较多的地方呢 自然一般都不是太好啊 哎 这里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说这些无家可归者 是实施暴力实施犯罪的啊 虽说有极少数流浪者呢 他确实有暴力倾向啊 但是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呢 他都是很可怜的啊 是妥妥的属于那个弱势群体啊 因此说咱们也不要妖魔化他们 也不要歧视他们啊 我们要是有能力帮助他们的话呢 就多帮助一下 其实他们无家可归的理由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收入啊 这个原因占44%啊 另外还有22%呢 他是有收入 但是他买不起房子 于是就只能在街头住这个帐篷啊 其他呢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了 但是占比都不是太大了 你比如说有人有健康问题啊 心理问题啊 滥用药物啊 是吧 或者是其他原因了 反正感觉这些人其实都是可怜人啊 所以说您大可不必啊 见到他们就躲啊 怕他们会对你使用暴力啊 对你造成伤害啊 不会啊 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健康堪忧啊 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有体力给你使用暴力啊 而且恰恰相反呢 这些人呢 他有不少人呢 他都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呀 他们这个群体这个非正常死亡率呢 比常人呢 要高出9倍到31倍之多 所以说是非常可怜的群体啊 2010年有一个统计啊 就是经过调查 调查了196名无家可归者 其中呢 有88%的人呢 就说是曾经遭受过各种暴力侵害啊 但是这些遭受到暴力侵害的人呢 大约只有11%的人通知了警方啊 所以说呢 这些人其实被侵害了之后 也也不敢反抗啊 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反抗啊 有人听到这儿可能会好奇啊 你说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对他们这些可怜的 无家可归者进行侵害呢 这事你就猜吧 其实谁都有可能啊 我觉得那些白佑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啊 但是这个咱们不能瞎说 你要是实在好奇的话呢 您可以跟他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啊 调查调查 看一看这些暴力侵害者都是些什么人啊 这暴力都是哪来的 其实啊 您也不用这么费劲了 您看这个疫情期间 温哥华地区发生了多少起 针对亚裔社区的暴力袭击 您就大概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了 但是呢 您别听我说的这么吓人 您也别太害怕啊 温哥华其实没有那么吓人了 我前面说的好像温哥华有什么暴力犯罪 什么的好像多危险似的 其实没有啊 温哥华的治安其实挺好的 犯罪率呢也很低啊 你别看新闻上报道一些什么特殊的案例啊 咱们还是得看这个犯罪率啊 这个统计数字啊 这个数字其实不怎么高啊 你想啊 温哥华能够在全球宜居榜上面名列榜首名列前茅 那治安能错得了吗 得嘞 今天呢咱们又嘚嘚嘚嘚说了不少啊 关于温哥华的事啊 让您大概对温哥华这个城市的气候 以及人文环境啊 有个大概的印象 不过呢 话说回来了 毕竟我是通过查资料 或者是跟我身边的朋友们的反馈啊 得来的一些信息啊 也许呢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啊 也欢迎您多多批评指正啊 您可以在下面呢 给我留言啊 好了 如果呢 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庄严呢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